李肖鹏似不准规则假新闻 董璐玩几眼了又强行加戏 李肖鹏的似不准规则是不是假新闻 截止我发视频为止 没有看见任何李肖鹏辟谣的新闻出现 也没有看到足协官方出来解释成情以下 新闻闹得这么大 众人皆知 李肖鹏和足协不可能不知道 如果是假新闻 他们应该早就出来辟谣了 毕竟已经过去两天的时间了 然后呢 新闻方是什么呢 是东方体育日报 这是一个什么组织呢 我给你们念一下 上海东方体育日报 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同意 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 转制成国有独资有限公司 国有独资是重点 说明这是一个官方媒体 说明是官媒发声 而且这是一篇写出来的报纸 有记者署名的文章 白纸黑字写在上面 不应该是一篇假新闻 如果是假新闻 这个特约记者将轻则丢食饭碗 重则锒铛入狱 特约记者写出文章 还有责任编辑经编辑 编辑也难逃其职 记者负责撰写文章 主编负责看文章批准核实 如果是假新闻有连带责任 你会为一个假新闻丢弃 铁饭碗 郎当入狱吗 我想不会的 基于上面两点 我认为这是一篇真实报道 目前为此事辟谣的全网 只有一家就是董路大师 董路啊 一个人用一张图辟谣 就是这张图 真是开局一张图啊 剩下全后编呢 这个图啊 我也看过 我第一感觉啊 这是香港老电影 和韦贵吧 大哥欧鼠梁坐在中间 两边是两个不合的小老弟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董路啊 就算辟谣也要带着他的拉面 看看没有 这是卖拉面呢 还是为李铁辟谣吧 还是炸李铁 最后一滴血呀 真是 吃人不屠谷的高手啊 我说万一啊 万一如果这真是条假新闻 那就更有意思了 因为啊 东方体育日报的副主编是姬与阳 董路的铁哥们啊 体育部所有的文章 都是副主编 姬与阳进行舍得过的 如果真是假新闻 姬与阳是有连带责任的 董路这是把李铁送进去 也要把好哥们 姬与阳送进去啊 董路这是为拉面 事业 卖朋友 卖兄弟啊 董路的明年事 宁可天下人复我 我也绝不复拉面 真假新闻 你们怎么看 请在评论区留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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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